Hello大家好,我是小包,欢迎收看我的3000倍暴力生存 然后上期呢我们是做了一身铁套,现在要去找一下钻石 那边是有只苦力怕,还有点金啊 去把那边的金挖了,然后回头可以做金苹果 我们刚刚是刷了很多熔炉啊 现在用这个熔炉来铺下路好了 这些矿石的话其实只需要挖一块 挖完一块之后烧好把它丢出去就可以变成3000倍了 好,现在把这个矿石挑出来把它丢在熔炉里面 我们现在稍微等一会儿 哦对,我们现在还得做几个桶啊 桶的话得多留一点,反正我们现在铁很多 OK,金钉也已经烧出来两个了 然后身上这些金矿石都不需要了 我们现在直接下去找其他的矿石吧 金的话有身上这几块就够了 现在去找钻石好了 哎,这边有只苦力怕,不能让这个苦力怕爆炸了 这苦力怕爆炸了可能有一点危险 把这周围这些方块全炸了 我估计会卡上那么几秒 哦,这里还有点青金石啊 青金石的话,挖挖看好了 哦,这次居然没卡住 之前那个三百倍暴力的一挖青金石街包人都卡傻了 这次这个3000倍的反而还好一点 把这只小白给收了 看能不能打到他身上的箭 哎,他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掉哎 继续出发寻找钻石 这边有个矿道,这里听到蜘蛛的声音 哎,对,这里有只小蜘蛛 不过这只蜘蛛不知道为什么下不来啊 然后他掉了一些线啊 这个线的话可以做羊毛 做点羊毛,然后做床 我们到时候可以去墨地炸笼 啊,床做好了,我们 咦,为什么这个床刷不了 啊,他一个方块是没有办法刷的是吧 但是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先做个箱子 然后把床放在箱子里面 箱子被打掉的话 里面的东西也会翻倍的 把箱子放下 然后把床放里面 这样子一个箱子就可以了 啊,一下子爆出了好多床啊 这些床我都可以拿来开宾馆了 现在还是继续去找钻石吧 现在的层数是第14层啊 所以应该是可以找到钻石的 哎,兄弟们,我找到钻石了 感觉没花多少时间就找到钻石了 今天运气真的好啊 来开采一下 3000倍暴力的快感 哇,这也太爽了 全都是钻石 好,再来挖一点 把这几块都挖了吧 哇,这个钻石如泉涌 真的爽 把地上这些东西都清一下 然后体验一下刷钻石的快感 哇哇哇哇 哇,直接卡住了 看地上这些钻石 这些钻石都多攒成球了 超超超超超超 超级加倍 现在把身上这些专备给替换了 全部替换成钻石套 来的只僵尸 这只僵尸想让我们练练手啊 这模式里刷的怪 怎么老是不掉掉了我啊 然后现在就不用再在地下了 地下所有东西我都有了 直接上地表去吧 啊,不对 还得搞点黑钥匙啊 忘记弄黑钥匙了 去找点岩浆 然后把黑钥匙做一下 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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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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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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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 哎,什么东西一直在射我啊 为什么哪里有小白我 咦,我看不见小白哪里有小白啊 哎,哦 哦,在那个后面 它是蜘蛛网旁边射我 看这只小白能不能掉剑啊 如果探探叫剑就最好了 好的,又是什么东西都没掉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里面就是怪物不怎么掉东西 哎,又来了只小白 哦,这只小白是掉了点骨头啊 不过不是剑的话我们就不太需要啊 哎,碎石的话刚好像已经弄到了 我都不知道啥时候弄到碎石的 那我们可以自己做剑了 做几只剑,然后刷一下剑 这个碎石的话 碎石的话先拿来做个打火石再丢掉吧 OK,这个打火石做好了 然后我们刷下剑 哎,我又想起来一个问题 我不是要做这么多黑钥匙的 我就挖一个然后刷就行了 一转眼我们就到了地上 然后现在去找点小黑 找点苹果什么的 如果能找到附魔金苹果就更好了 前面有只僵尸冲我来了 你还敢冲我过来 你不看我是什么装备的吗 感觉我用石头垫脚好像太没有牌面了 我这样富贵的人家 肯定得用钻石块垫脚嘛 来刷一波钻石块 哎,这样就很舒服嘛 哎,好奇怪啊 为什么这个树不会掉苹果啊 这个不是橡树吗 我记得会掉苹果的呀 我看到那边有只小黑 只是我吧,宅种 哎呀,小黑是打掉了 可是这小黑没掉东西啊 我晕了 溜了溜了溜了 不跟他们打了 这里有点南瓜 把这边的南瓜捡起来 到时候去墨地打龙的时候会方便一点 哎,我身上的铁呢 为什么一个铁都没有了 全被我丢了吗 不会吧 没有捡到给这个南瓜雕刻 这个南瓜是带不上的呀 跑了十来分钟 终于找到村庄了 看这村庄里有没有铁啊 不想再下矿了 然后再看有没有苹果吧 之前那个300倍暴力 是把掉落的几率提升300倍 所以一敲数就会掉苹果 什么树枝掉好多 但是这个数据包 是掉出来的东西乘3000 所以要么就不掉苹果 要么就一定要掉3000 其实感觉还是之前那个设计好一点 但是之前那个设计比较卡 说实话 哦,这个房子里有苹果啊 好,我们可以做金苹果了 没有找到铁啊 那我们直接去地狱吧 去地狱找墨影人还有猎人 去地狱之前再做一首金苹果保密 哇,刷金苹果也很快了 跟刷钻石一样快了 身上放个两组就够了 现在直接去地狱吧 哦,前面有小黑啊 终于看到小黑了 求求你了 这个小黑给我掉点木影珍珠吧 受死 nice,有墨影珍珠了 好,现在可以去找药塞了 我现在已经到药塞了 然后这边有两个链人啊 这俩链人轮流打我 有点烦 哎,不过这个盾牌挡不了链弹的嘛 我还以为可以挡呢 算你直接上去把它们收了吧 把链弹合成一波链粉 然后再刷一下 墨影支点也已经做好了 现在去找找 咦,这里就有箱子 哦,这个箱子里没啥用的东西 那现在去看看有没有箱子里有附魔金苹果吧 有附魔金苹果的话就真的无敌了 用脚应该都可以打得过木影龙了 不过我每次来这个地狱都会迷路啊 就是每次都找不到想要的东西 诶,这里有铁 这个铁真的好 我可以用它做把剪刀 然后把我那个南瓜剪一下 做个南瓜头 给它修一下 哦,这个南瓜籽也会掉这么多吗 好,现在把这个南瓜头敲下来 小白也来找我麻烦 受死 好,我们直接回去吧 我大概的逛了一圈 就是没看到父母的金苹果啊 每次来这个地狱都要迷路 不想再找了 那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不知道你们还想看三千倍暴力下的什么东西啊 我下期打完墨影龙之后 把你们评论里想看的东西都做一遍好了 那我是小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注意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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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感谢观看